好 求令客厅长方形 这是一个风水问题 那么衍生出去是饭厅 请问饭厅的面积要令是一个小太极吗 以什么为准则还是当做客厅衍生出去 咱们看看他图 好 求令客厅长方形 也是一个风水问题 那么衍生出去是饭厅 请问饭厅的面积要令是一个小太极吗 以什么为准则还是当做客厅衍生出去 咱们看看他图 当然可以问问题 你们可以问问题 那尽量放我们的一个一个来 一个一个来处理 有时间的话可以讲到完的话 那看到那个图了 你们大家看一看 这是一个蓝图 一个那个客厅呢 看到了是比较偏长形 那么之后呢 有一个小空间对吗 可能那边拿来当饭厅吗 OK 好 像这种情形啊 他确实可以立两个空间 比如说像这个 这个求令的这个例子 他是这样子 那个那个饭厅客厅都起 那比较长前面那里是那个包 客人不谈的 那么基本上是如此 那我告诉大家 这或许呢 刚才这个求令的这家呢 应该要立两个中心点才对 两个 一般上你们去给人家看风水啊 你们一整个家有没有 整个蓝图哦 那么来立那个中心点 之后就完毕了 就找出那个八方 哪里好哪里不好 对不对 那那个行不通啊 就像古书都有记载 一物一太极 物物一太极 所以你必须要以每个空间 来设立他的一个一个太极点 所谓的一个中心点 之后再来找出他的八方的摆设 到底呢有些什么 那么吉凶深刻就从此而定 明白吗 ok 所以必须要用两个空间 按照刚才求令的这个例子呢 我看起来呢 应该你要用两个空间啊 那如果说你要更加具体的 能够去瓜分的话呢 最好是什么 在这个空间呢 去做一个橱柜 矮的也行 长 那个长的那个橱柜 有没有矮的 不用太高的 那么基本上如果有了这个之后呢 你更加会更加切切说 你会把这两个空间 这个空间 这个凸凸 把它分成两个 会更加明显 去去梳理 所以我是支持 那么你去放一个小橱 在这个地方 ok 不用太高 矮的可以 就是你可以坐在上面 有没有 上面可以摆设东西的 那个高度也可以 到腰部的也行 都可以 而且这个橱是要固定式的 你不能够做那种能够移动的 不可以 要固定的 它就能够成立 完全很明确的成立 两个中心点 ok 去梳理 去梳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